这座新天安堂教会 它曾经被火烧过了 所以它在2010年的时候 上海市博会期间 造原来的徒子重建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样貌比较新 它是用青砖跟红砖叠气而成 样貌是真的非常的好看哦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它 它是由当年在上海为数不多 拥有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 正式会员之一的建筑师 这个教堂的设计风格是 歌德复兴风格 它的中心有一座高达33公尺的钟塔 曾经还是苏州和南岸的制高点哦 在它东西的两侧有一座礼拜堂 所以教堂的整体平面呢 就形成了双十字的结构哦 为建筑师的段位真的是很高的 它的设计是从整体到局部 都十分的用心打造 所以在当时它赢得了很高的生育 遗憾的就是到后来遭到破坏 所以钟楼只剩下底座 西面的礼拜堂更是被拆毁了 东侧的礼拜堂也被拆除 只剩下四面的墙和烧黑的屋架 在重建后的东侧礼拜堂和监堂 预计要作为民政局颁发结婚证的地点 好浪漫对吧 浪漫所以走进它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它的演变哦 它是在1949年以后 英国的侨民撤出了上海 所以将这座礼拜堂呢 就借给了旅户敏仁堂使用 在1954年的时候 才加入了中华基督教会 在1958年的时候 上海的各教堂实行了联合礼拜 所以它也被纳入了黄浦区的联合礼拜堂啦 曾经也被人民政府没收过 所以呢在2007年的时候 火灾烧毁后 剩下断圆残壁 才得以如今的重建 才能恢复它往昔的精美形象 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网红 还有婚纱照 都在这里拍照打卡 很多的人都到此一游哦 它就是在南苏州路以及 圆明圆路的交叉点 家人们如果你们要来 可别走错路哦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